香港家书 Hi, Andrew,你好 对90后及千禧世代来说 他们会衡量自己的价值观 和企业的价值观 先决定是否为这间机构工作 另外,青年人的环保意识 比上一代也较为强烈 故此企业如果要吸纳人才 不单要借着政府提供的人才招聘计划 同时也要审视现行的人才资源管理政策 是否有效及多元化去吸引不同世代人才的加入 很多企业有效地以不同优于法例的福利及弹性工作模式 例如弹性工作时间及在家工作等吸引人才入职 但是这些模式可否确保他们继续为企业效力 仍然需要其他人才资源政策的配合 才能够发挥效益 承认现今的新生代未必像七八十后的人 愿意长期为企业服务 如果他们能够在任内发挥所长 已经不错了,对企业有所交代了 因此企业需经常以不同的调研方式 去了解及收集人才的需要和建议 视他们为策略伙伴而不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 令到员工工作愉快 让顾客也有愉快的体验 你的大学同学 Felix 2024年5月18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